加拿大的厨师成了台湾的女婿 她和太太把淡水山上一栋老房子 打造成东西合并的美食基地 虽然位置比较偏远 但是道地的加拿大菜肴 和真诚温暖的戴客之道 店里经常是一位男球 没有啊 她好笨 她把她对啊 对不起 我帮你推单好不好 好 我帮你拿杯子哦 对不起 又是一个忙碌的夜晚 满脸笑容的Emma 一人当两人用 灵活穿梭在客人间 她老公的异国料理 在淡水是出了名的家乡味 或许真是如此 这里无时无刻都像个世界大融入 大概是有像南美的 南美是最多的 然后英国 美国 然后法国 还有一部分的意大利 我觉得因为淡水这个小地方 我觉得你可以不用 我这样一直坐这点车 我们帮你设计 然后我们大家坐下来吃饭的时候 我们聊一天然后喝个瓶酒 你有你喜欢的餐点 那这个餐点是适合这个 所以是聚在一起 敬情谈笑 大口吃喝 吃尽的有中东菜 地中海菜 墨西哥料理 甚至是泰国菜 其中美式牛肉堡 还被网友深赞是台北最好吃的汉堡 汉堡很好吃 很好吃 因为小孩子很习惯吃西餐 所以回来的时候没有西餐 觉得需要一点 所以来这里吃 我们已经来这里吃了两次了 在一个礼拜已经来吃了两次 因为非常好吃 我其实每一道一家餐厅 我都吃一模一样东西 但是在这一家 我会吃很多不一样东西 因为真的每样东西都好好吃 我其实每一道一家餐厅 餐厅藏身在淡水绿林里 得蜿蜒一段山路才能到 往往走过还很容易错过 Emma 海莲燕就努力 用味道把客人牵引到此 我将来的家是很乡下的地方 我们很喜欢在生命里面 然后我们有三个小孩子 所以这个地方比较适合 让他们在外面玩 一个礼拜要做几个汉堡面包 我们大概一个礼拜 会准备两百多个 三百多个 大部分的汉堡面包是 没有什么口感 没有什么就是很无聊的面包 就是白白的 然后太软了 没有什么味道 我们的汉堡包就是一个 意大利的菜式 所以是有一点像法式面包 它外面脆脆的 里面很软 好吃的牛肉堡得从揉面团开始 至少两次的发酵 再通过高温烘烤出外脆内软 也正因为长时间发酵 所以吃起来带有酸气 对料理有着偏执的夫妻俩 开出一百多道菜单 疯狂的是 从酱料到肉排 饼皮和面包 全都坚持自己做 台湾有很多餐厅 不管是创意还是美式 然后他们其实都蛮类似的 我们会觉得就是说 要跟这些餐厅区隔出来 那你区隔出来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这样要自己做 然后味道一定要不一样 那如果说 而且我们很喜欢煮 所以如果再局限在一个 一种风格的话 我们俩会觉得无聊 因着这份无聊 夫妻俩把自己搞得很忙碌 但忙碌之中 还是不忘呵护三个小孩 他们从小在餐厅玩大 厨房就像他们的大院子 爸妈做菜他们也没闲着 你在做什么 他在帮忙啊 在浇花是不是 没有 浇地板 你要小心喔 地板会很滑 台北人的Emma 原本是位副理师 后来转当 复习班英文老师 闲暇之余 就喜欢到世界各国旅游 也才会认识加拿大的恋 我旅行的时候 认识一群外国朋友 然后我们旅行到没有钱的时候 就要回来教英文 然后她是那一群外国朋友的朋友 来 她那时候在印尼旅行吗 二十年前 两人因为朋友的朋友而认识 同样喜欢在国外生活的 Leon和Emma有了共同话题 进而擦出爱的花 二十年外国人要跟台湾人认识的时候 有时候有一点 有一点文化仨在里面 就是 所以她已经年轻的时候 一个人去国外 一个人来读比衣服 对不对 所以她是蛮 在加拿大的小岛长大 六岁外婆就叫做布朗尼 妈妈嚼面包 十三岁进到饭店洗碗 但凭着婆妈手艺 一年后就成了见习厨师 料理对列儿来说 再情节不过 加部分的鸡翅 就是你会先炸 然后调酱 放在酱里面对不对 但是我们发现 那个鸡翅很热的时候 你加酱 那个酱会扣掉 就是会都在盘子上 所以我们就是用那个盆腔 最后部分就是让那个酱 捻在那个肉上面 然后会有更烟熏味 更多的盐食味 老实讲 我不会摆盘 可是我会抓 我很会抓味道 他是完美主义者 他超级完美主义 然后那我就是要当那个现实 比较实际的人 要算钱 算成本 可是基本上 我们在算成本这个东西 不是很厉害 因为我们希望呈现就是那种 很大方 很澎湃 各有所长也彼此互布 一百多刀的菜单 是彼此商量出的结果 但后果是酷了员工 要熟悉什么是加勒比海风味 什么又是美好口味 当然优格要绿过才叫希腊式 他是很厉害的厨师 那你跟他 你觉得你现在也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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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讲啊 是他 是他 一定是他 对 我好 Dragons 就是这个 我还 filos 很多资金 好带 脸知道要捧老婆 可在镜头前 要让观众见识到 她的家传好手艺 肉桂捲就是在加拿大 我們很流行 很多人會吃我們 就是上高校的時候 下課我們都會吃 這個是蠻普通的甜點 所以我們的就是蠻大的 然後我們會放核桃 然後放太多肉桂粉 有時候會苦 但是你要加很多黑糖 所以是平衡 它上面的白白的Icing 不會很甜 然後味道很好 一圈又一圈的肉桂捲 捲筋的是大方分享的心情 這是夫妻倆開店初衷 餐廳經營已經跨越第一個十年 過去寫情書傳遞愛意 現在一起做料理 並讓愛升溫 雖然所處的空間不大 但溫情滿意 異國早已是自己的家 中山 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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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人生出現什麼挫折困難 家人永遠是最大的精神支柱 感謝您收看 我是白欣怡 我們下次再見 關注 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